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华语 你自己不修行或者不成道能现吗 你自己修行已经成道了 现也入世不现也入世 现了你能得到什么 自己生死自己了啊 没谁能代替你啊 懂得这个道理了 认真地去修行 当你的礼物得的礼 修行所行的法门 跟祝佛菩萨相契合了 自然就加持你了 有加持 使你更能增上 更能增上 那这些菩萨 刚才我讲温习菩萨 跟祝佛菩萨唱戏呢 唱什么戏啊 要你纵上 不要忘求 没有容处 这也是说法 他在华语经说的渗身法 你把清凉三字看一看 都是渗身的法 人家到这来了 看那失败 又入了金刚库了 咱们找金刚库 门都猫不到 金刚库在哪啊 只是个失碑而已 就是这样吗 祝佛的身和光明 祂的彩象 是不思议的 你修想 感的力量达到了 你没求 它也要现 你求 它又不现 什么道理 你是没智慧的 你不知道 你的货业 消到什么程度 也不知道 你的智慧 增长到什么程度 佛菩萨就是 它是指导的 不当现而现 对你没得好处的 你到了 五代三了 看见佛光了 看见金光了 明明是太阳反射嘛 它把当成菩萨现光了 现吧 拿着就摧血 现在好 现在嘛 科学很发达 在这后生放背光 多少道光 出来 说它那是 它有背光的 骗财 这样不但没有得到好处 造业了 因此 这个 学法 要有正见 这个非常重要 破戒了 忏悔 拜扇都能消除 破剑 不容易了 佛说的 破剑我能度 破剑我不能度 破了剑了 他不信 你也咋度他了 知见那个剑 就是你看问题的看法 说母学 为什么要学呢 学才能增长你的见解 增长你的正确知见 知见对了 那你的成就就差不多了 知见的不对 所以说不是佛的知见 不是菩萨的知见 不是真正佛教导的知见 跟佛所教导的不相符合 都叫邪知邪见 你怎么应识佛的光明 怎么样应识佛的身 怎么样应识佛的彩象 一样的信 一样的希求 成都可天渊之别了 天渊之别了 佛是 佛神 其他光明 其他不思议的警戒相 众生要真正信 真正希求 佛都令他见 见了是能令他增长精进 增长信心 增长智慧 增长他的福德 这叶让他渐渐消失 佛能在一身 化无量的身 佛的音 能偏些助唱 能演说 甚深的法 如来献像品的 佛所献的身 全是光明 那些来机会的大菩萨 光明而来的 现在咱们科学发达 有点类似 相似 知识当中 很多类似 那对我们佛教是 可以帮助我们 宣扬 很多是光 用光 光线 光是传达问题 从这你可以体会 一些世间像 不离佛法 佛法就极是世间像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你要觉了世间了 就知道都是佛法 平常做入世观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这些个环境 这些经文 你都可以入世理解了 佛于一个身上 能化无量佛 佛的音音 能骗无量差 佛所说的法 都是甚深的 那佛身上 所有每一个毛孔 一毛孔 它都像网络一样 现在咱们不讲上网吗 从这个你可理解 上网的意思 跟佛的光 光网啊 差得很远 不但差得很远 根本就是两回事 但是它用便利 咱们那个思想的心理 那假设你坐这 家伙的会胡思乱想的 什么叫胡思乱想 会胡思乱想的 想到绝妙处 你会跟华安经所教导的 思路是相通的 什么叫绝妙处呢 想到一切法空 想到一切法无我 想到一切法是苦 想到一切法是无常 你在这坐这想吗 想到那样程度了 想到究竟了 你会泄脱了 你会开悟了 但是把这所有的想 让徐普提问佛 请问佛 云何应做 这个心怎么做 怎么来降服它 佛叫无助了 不助才生心 不助生香味出发生心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无所助还能生吗 这就到绝妙处了 你想到这样子就能泄脱了 真正泄脱了 这个祭宋不一句一句解释了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东方 一下又该南方了 东南西北 耳识宗子 佛有菩萨摩萨 明发喜慧光明 发喜慧光明 成佛为善观察释放 耳说颂约 发喜慧 他的光明 普照法界的光明 光明就含着照意 光明本身就含着照意 光明没有用心的 他要照 佛菩萨的光 智光也入善 也入善 光是用 佛是祭 在三昧当中 四线于光明 就是发生显现的硬化 就是所观景 佛身常显现 法界稀充满 恒阳广大因 普振十方国 如来普现身 偏入于四间 随众生又而欲 显示神通力 佛随众生 佛随众生心 普现于其前 众生所见者皆是佛神力 光明无有便 说法已无量 佛子随其自 能入能观察 佛神无有生 而能四处生 法行入虚空 祝佛与宗住 无住以无去 处处皆见佛 光明眉部周 明成西远文 无体无住处 一无身可得 无相以无形 所现皆如阳 这一共我们念了四个祭颂 四个祭颂 意思呢 刚才所讲的 无住而住 是住即无住 换句话说 没有去住之相 是普周的 体和肉 不是两回事 是一回事 佛的法身的体 跟佛的化身 硬身的肉 体即是肉 法界偏一些处 偏一些肉 肉也就是体 用智慧造无体 没有住相可得 没有能住的心 跟所住的相 无能无所 这所说的佛体 体即非体 都是 随佛随众生心 而是延述一切法的 才行一切法 这是 假种种的方便 令他悟得了 令他悟得了 调伏他 私物而调伏的 在一切这种事 一切世界 见佛做道场 一切世界见佛做道场 那么都有菩萨大众围绕着 照耀师翻过 一切的祝福山皆有无尽相 一身就无尽相 四线里没有个线量 四线已无量 散向宗不尽 为什么 法身不尽过 法身说显现一些妙容 也是无尽的 福德智慧 都如释 大致祝佛的 祝大菩萨赞叹的 这一直到后来 整部环境 赞到佛的祭颂 大体都如释 那解释可以 你就 臣说 叉说 都解释不完的了 普悦恨品 释放一些祝福 请无量节 来说这种的 赞叹佛的功德 赞叹不完的 这释放佛 这释放菩萨的 赞叹佛的功德 也是典地而已了 下的是西方佛 那么第三位是 西方东南 西方的 香道菩萨 赞叹佛的 计算 每一方都有一位 菩萨为首的 来赞叹佛的功德 而是 众赞 佛有菩萨 莫萨 明香道光 普明慧 成佛的威神 观察释放 而说颂愿 在前头文中 所说的时候 它是 月光香道 普庄严 在这个地方 就叫 相光 普明慧 其实是 互相的名字不同 就是 智慧 庄严 就是这么个含义 它也是 先赞叹佛身 而赞叹佛的 说法 说法 讲问答的 此会众菩萨 入佛难死地 亦以皆能见 一切佛神力 至身能骗入 一切差微尘 见身在比中 普见与祝佛 入阳现纵畅 亦以如来所 与比一切中 习现神通事 普贤祝恒愿 修自以明节 能与一切差 普见佛神辩 深入一切处 一切皆平等 此能入世行 入佛之境界 以正如来自 等照于法界 普入佛毛孔 一切注刹海 一切佛土中 皆现神通力 四现种种身 及转妙法轮 一切广大差 一节不思议 菩萨三昧中 一面皆能现 一切入佛土 于一注菩萨 普入与佛神 无边与无间 占佛的德 占你归于佛的 你所能得到的 占佛的自身 怎么入于尘场 占佛的色身 怎么能普遍化现 来利益送伤 这都是普玄的恨愿 赞叹当中 表现佛神 佛心是平等的 心即是身 身即是心 身心不二 乃至以下还说 入毛孔了 前头也是入室战了 不是一会 一切菩萨的纵会 有的从非 这是出佛的 没间出现的 这些菩萨 有的从佛的座椅出现的 有的从庄严剧出现的 这就妙不可思议 这就是西方佛赞叹的祭送 第四个北方佛赞叹佛的祭送 北方狮子奋训菩萨 也是五个祭送 披露哲诺佛能转正法轮 法界诸国都入云西周片 十方中说有 诸大四节海 佛神通愿力 处处钻法轮 一切诸刹都广大诸会众 名号各不同 妙音无不字 佛演说法嘛 就是佛的音声了 在一切国度中 都能听见佛的美妙音声 佛神等称叹普语与法语 无声无差别 现一切事件 这句是无声 无声当然没差别了 无声无差别啊 可能在一切事件 可能在一切事件普现 无声无助 而能现 叫现即无现 生即不胜 所以叫无声无现 如来大卫力 普贤愿所成 一切国度中 妙音无不字 因为随着那个 随意 随应 也妙法 说妙音无不字 虽然在一个祭送里 前后文不一样 但是应能这样连贯的 佛神等身差 普悠与法语 众生没差别 现一切事件 无数诸一节 一切尘差宗 往昔所行事 妙音显巨演 释放尘国度 光往昔周片 光纵昔有佛 普化柱群生 佛神无差别 充满于法界 能灵见在身 随即散调幅 散泄一切唱 所有众道诗 种种名号书 皆说 为所皆另见 过位即现在 一切祝如来 所找 所所妙话轮 此会惜德文 过去现在 未来一切祝福 成佛之后 成佛之后 说法度众生 时会 在这个华言会上 都能显现 华言会上的菩萨 华言会上大众 把十方诸佛 说言说的法 都能在这个会中 闻得到 他这一个祭送 是四句 是八句话 这一共是十个 十个 十个 一个祭送 是四句 大字里大义都相同的 我们不再做解释了 把这十方的佛 十方的菩萨 赞叹的 我们把它念到第五个吧 第五个 东北方 法海菩萨 而十颂者 佛有菩萨摩克萨 名誉 法海会 功德藏 成佛的 微神 观察十方 而说 诵言 还是十颂 一颂四句 实惠祝佛子 善修众智慧 私人已能若入世方面闻 这个私人是普遍指的 善修众智慧的人 什么方面呢 在一额国道上 普言广大英 说佛所行错 周温十方差 就把佛过去里 修行里 在十方佛差 给他说 一心念中 普观一切法 这个太广了 一个人的心念 自己都不知道 一天念了好多念头 起了好多心念 那把这个无量无边的大会的这些个菩萨 那他们心里念众生 念佛果 念佛的智慧 念他的修行 那太多了 一一心念中 这所念的 都是一切法 你观吧 心念就是思维 思维修 思维什么呢 观一切法 一切法 但是把它收拾出来 是难住真如地 一切法不离开法性 一切法就是缘起 就不离开性空 能够这样子 观一切法 了得一切法 了得住法海 以佛神庄 上的说心念 这个说佛神 一切不思义 用你思维去 思维一大解 你也思维不完的 修习波罗命 即严禁果斗 一一维神中 能正一切法 入世无所奈 周行十方国 以佛萨中 枉义修鱼 据佛神通力 入佛所行处 祝佛广大音 法界眉不闻 菩萨能了之 散入音声海 极海掩妙音 七音等无别 智咒三四者 入彼音生地 纵盛所有焉 及佛志在生 怀得音生自 一切皆能了 从地而得地 住于立地中 一节秦修行 所怀法入身 是东北方 东北方下来 东南方 本时纵纵 佛有菩萨摩克萨 明慧当普明 成佛为神 观察十方 而说诵约 一切诸如来 远离语诸相 要能知识法 乃是识导事 菩萨三昧中 汇光普明了 能知一切佛 自在之体性 见佛真实体 在物甚深法 普观于法界 随愿而受审 从与福海上 难住于自地 观察一切法 修行 修行 修行最圣道 一切佛大壮 一切如来所 无时片法界 西见真实体 十方广大差 一节秦修行 能由正片子 一切诸法海 为一间密身 一切陈宗鉴 无声以无相 普现于诸国 随诸众生心 普现于其前 种如四条佛 数令向佛道 以佛为神 过 出现诸菩萨 佛力所加 是普见诸如来 一切诸道士 无量为神力 开悟诸菩萨 法界西中 西周片 一切诸如来 远离诸相 要能知识法 乃见四道士 菩萨三昧中 菩会 菩明了 能知一切佛 自在知体性 这个以下 书超的书 青年果子 由廖家解释 那么下回再解释吧 现在就讲到这里吧 尔时众众 佛有菩萨摩克萨 明慧等普明 成佛为神 观识法 而受诸约 一切诸如来 远离诸相 要能知识法 乃见四道士 一切诸如来 远离诸相 要能知识法 乃见四道士 这个 廖着解释诸相 佛 没有时空观念的 随众生的缘 度众生识法 假时空而言说诸法 实际上一切诸来 一切诸来 远离诸相 完全是般若的真空意 说要能够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 离开诸相 是在相而不迷 是在相上而不执着 要么大家有个诱体 不要去知识他 违去 不要为着他 去贪作五欲 不要依止他 去贪嗔慈难 这样的 你跟佛距离 就很远很远的了 要离开诸相 就能见到佛 这些个菩萨 在他这个三昧当中 三昧就是正定 在正定当中 发出一种智慧 他能见真佛 不是见有相之佛 能知道一些诸佛的 自在无奈的体现 那这个意思就是 一个见佛离相 一个见佛的自在 在咱们那个金刚经上 离开诸相 咱们祝福 一些祝福不是一相传 自在必须得有定 有惠的才能自在 咱们讲过多次了 你必须得观 你有薄弱的智慧 观照 观照一些诸法 空无我 那就自在了 大家背心经的时候 读心经的时候 观自在 告诉你了 观就自在 观是什么 就是三昧 那菩萨 那菩萨他的 定跟会 都具足的 都具足的 定会 君等 离一些相 没有制作 没制作 就自在了 咱们为什么不自在 缺乏惯 或者打开经本 或者听课时候 或者听开诗时候 或者自己念佛的时候 这就是惯 在这个时候 你自在 心不止 说说 烦恼消失了 就自在了 能知道一切佛 他的自在的体性 植住佛的体性 就像真实体 就能悟到 甚深的法 普观一些法界 法界是就是 一真法界 就华语经所讲的 一真法界 随你的愿力 咱们是随的业力 诸佛菩萨是随的愿力 受生 他是愿意受生 愿意发愿度纵生 那就愿意受伤 咱们这个受伤 不自在的 夜里让你受伤 因为你被时空所转 不能转变时空 你说万年如一日啊 咱们把这个时间空间 把他所有的理解 的汇率了解 不同 受他的限制 因此也很不自在 有智慧 难度有智慧的 观察的一切法 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了 原生的了 原生住法无自信 要观他的现 要正报说 在一切的佛度差度中 就是佛所的一报 一报的果斗 在他说法的道场当中 这是普遍的 普遍的 咱们讲的华文经事 他说 其处就会 同时说 同时俱言 不是哪一个时候 也不一定哪个处所 这个道理 等会咱们讲几个故事 就能够明了了 因为见这个 想见遍法界 见的是如来的真实的体 尽管释放无穷无尽的佛刹 就现在咱们这个时候 十分无尽无尽的佛刹 都在演说法 一直咱们 受这个 时空的限制 咱们不空啊 不空你到不了 你到不了极乐世界 听阿弥陀佛说法 就在这个世界 释迦摩尼佛还在说法 那怎么办呢 打开金本 那就是这一会的法 就在你眼前 应该这样理解 把广大的佛刹 乃至无量的时间的结 佛在这个时间的勤修行 修行什么呢 修行就是 一切祝福的自己的真实的体现 关一切相 皆是希望 一切国度中 谱言为妙音 成言放共得 法界虚松骗 佛因法为身 清净入虚空 所限注塞才 令入此法中 所限注塞行 令入此法中 要有深信者 即为佛舍受 你们要见佛吗 你要信这个道理 深信不疑 而且深欢喜信 直到这个人呢 他就能生出了佛的智慧了 生了佛智慧 诸有少自者 不能知此法 没入得清净 不能知道法界的立体 不能生出佛字来 没有智慧 没有慧眼 写个法 有慧眼的 清净的人 他能知道 他能见到 佛呢 是以他的微神力 观察一些法 一些法在入 住 出 三世 入此法 住此法 出此法的时候 皆能明了 咱们修冠的时候 当你念佛的时候 能念的时候 就是做 住 住到晓得佛跟自己 体性是一个的 没有佛的庄严相 也没有自己的业障相 就是一相 一相是什么相呢 无相 空相 这就能够成造一切智慧了 深入佛的法海了 这些书超 跟合论 现在咱们还不能够深入 不去看它 就依着文 如果一看书超 一看合论 你更钻入到那个 盲言不可知道里头去了 他也给你分多少颗 才给下戏这一节色 离着月远 那是专为一些学者分析的 咱们就直接了当的 一字经文 简单的说吧 佛是不动本地 而骗往十方 那就是难住佛果度 初行一切错 一切错都有佛的说法 而且呢 无去无来 没有去来之下 一切诸佛法都入室 佛法是绝法 绝法就是我们说 有浅显着明白的方法 我们受时间 空间 局限 我们有这个幼体 不能把它观成空 不能把它变成了无障奈 就没办法呀 等你变成了无障奈了 就有办法了 都能够到一切实处 一切时间都可以 一切处所都可以 没有差别 这样来见佛 一切毛孔状 各个现身头 修行普贤愿 清净者能见 如果你没见到般若意啊 没见到空里啊 你见不着的了 没有这个慧节 没有慧节 因为慧 慧就是入正定 深入的大定 而且从慧而产生的荣 佛一切是献国度也好 度纵神也好 这全是荣 在佛的 既是定 荣是慧 它是定慧君党 无二无别 定即能生慧 慧即是定 骗一些处出生 骗处出生这说法 没有三十年 五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 一亿节 两亿节 尽管在经上说 多少大节 多少大节 实无定体啊 就是你现前一念心 心上在种种法上 心灭你种种法灭 你这种的观念 所以 佛是骗处心 而没动于计 没动于定体 所以才在一切 一切毛孔众 一毛孔众 像无边的世界 无边世界 就是佛说法的处所 有世界都有众生 有众生就佛在那种说法 这是神通力 一者是 佛往昔的普贤愿力 接着来呀 看佛的医生 就是千百亿化身的医生 都在转法轮 法界 洗走片 思议莫能解 这不是你思想 所能想得到的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时机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互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且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旧羚羊躲灾结 阿才是一位长途大货车司机 经常独自开着货车 穿越无人区运输货物 每次他穿越无人区那段公路前 总会去寺庙求签问卦 阿才 这几天你又要出车 穿越那片无人区吗 是啊 今天早晨刚刚签了合约 接了一批货 所以我才来这里求个签 阿才 既然你已经签下合约了 那还来求签又有什么用 难道抽到了下下签 你还能单方毁约不成 是啊阿才 难道你还真相信这个签施的预言吗 怎么说呢 有时候只是图个安心罢了 不瞒你们说 我还从来都没抽到过下下签 也从来没在无人区那段路上 遇到过什么危险的 师傅 您看我这个签是什么意思呢 你最近是不是要出一次远门呢 哦 没有错 我是一位货车司机 最近正准备出车呢 我劝你最近还是不要外出了吧 要知道 你这次抽到的可是下下签 下下签啊 师傅 那如果我最近外出又会怎么样呢 按照挂项来讲 如果你执意要外出远行的话 那你将客死他乡 啊 虽然师傅的话让阿才非常的震惊 但是他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出车走一趟 经过无人区 来将货物送出去 阿才 你真的打算出车呀 是啊 等一下就出发 这几天天气好 适合穿越无人区 阿才 可是那位师傅 说你最近要是远行的话 可是有生命危险啊 过去你们不是常说 求千问卦不该相信吗 现在我不信了 你们怎么反倒相信了 阿才 有时候 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更何况 这次如果出点什么意外 你丢掉的 可是性命啊 别出车了 好吗 可是我已经签约了 要知道 单方毁约需要赔很多钱的 钱没了 可以再赚的 要是命没了 那可就一切都没了 其实这次我决定出车 也并非只为了钱 这次让我运货的老板 和我是老交情了 这些货他非常急需 所以你们看 我车都没装满 就要给他送去 我答应过他 五天之内一定把货送到 我不能食言啊 那你可以让别的司机 帮你交货送到 你付运费不就好了 何必亲自去啊 对啊 这个也是个办法的 也是可以达到 给对方的承诺啊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那段无人区 需要整整两天 才能穿越 很少有司机 愿意跑这段路 而这批货又急需 这时候 哪里能找到 合适的司机啊 谢谢你们 这样的关心我 不要替我担心了 就等着 回来给我接风好了 再见了 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希望那位师傅 说的不灵眼 可是我听说 那位师傅的解钱 非常准 我真的很替阿财担心啊 阿财开着货车 两天后 便驶入了那段 无人区的公路 他走了没多远 便看到了一辆货车 停在了路上 诶 那辆车 怎么会停在这里呢 一定是遇到 车子零件故障了 车在这黄角野外 抛锚可真是够倒霉的 我得帮帮他 喂 朋友 需要帮忙吗 这是怎么回事 别提了 我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 突然从路边 窜出来了一只羚羊 你看 他把我的车大灯 都撞坏了 这只羚羊 伤得好重啊 我们得赶快 给他止血才行 不然 他会死掉的 还给他止血 做什么呀 你来帮我 将他捆绑起来 扔到车上 出了这段公路 我要把他卖掉 听说 羚羊还蛮值钱的 正好卖了钱 不用来换车灯 啊 我还要卖掉它 只为了救一只快要死掉的羚羊 他真是个傻瓜 我也只能帮你简单的包扎一下 得赶快去动物医院治疗才行 否则 你真的会很危险 当天色渐渐黑下来的时候 阿彩来到了一栋 建在公路旁的破屋子旁 在那里 撞到羚羊的那辆车 也停靠在屋子旁边 怎么 你也准备在这里过夜吗 当然了 经常跑这条路的司机都知道 整个路段也只有这里 有一栋破房子 这是当年修建公路的工人留下的 除了这里 那我们就只能睡在车上了 没错 每次跑这条路 我都会在这里停留一晚 然后第二天 再一鼓作气 离开这片无人区 看来 你对这段路线 也是非常熟悉啊 今晚 我俩就作伴 在这里过夜了 来 我刚煮了面 一起来吃点吧 那是什么声音呢 出去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天啊 怎么会这样 我好不容易将它的伤口控制住 这一下子 竟又裂开了 嘿 它这是 想要逃跑 这只羚羊 真是 不识好歹 你不要管它了 真糟糕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得赶快带它离开这里 去找一位兽医 给它医治一下 你疯了呀 天都黑了 你还敢落 难道 你不休息了 顾不得那么多了 救命要紧 要知道 除了这个房子 前面 可就没有休息的地方了 你只能在车里面睡觉了 没关系 我要尽早地 我要尽早地将它送到动物医院去 真是个怪人 为了一只羚羊 竟然这么拼命 阿财匆匆跑了一夜 终于在天亮后走出了无人区 他将受伤的羚羊送到动物医院后 感到又累又困 于是便在医院休息室的长椅上睡着了 啊 腿 我的腿好痛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阿财 原本你的命运 是葬身在这屋子里 但是 你救了那只受伤的羚羊 而离开了这里 是你的善心 救了你的命 啊 真是一个好奇怪的梦啊 你就是连夜带着那只受伤羚羊 从无人区赶来的那位司机先生吗 没错 是我 医生 我送来的那只羚羊怎么样了 你和那只羚羊都很幸运 如果再晚点的话 那只羚羊便会死掉的 现在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你说我和凌羊都很幸运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晚上有一位货车司机 在无人区被压在了一栋破房子里 听说那栋房子是无人区路边 唯一的一栋房子 穿越无人区的司机都会在那里休息 我想如果你没有连夜赶来的话 一定也会在那栋房子里休息吧 天哪 难道刚才的那个梦是真的 后来当阿财回到家后 便去寺庙拜谢那位为自己解迁的师傅 并且开始学佛吃素 这次与其说是我救了那只羚羊 倒不如说是那只羚羊救了我的命 我想他之所以会从车上跳下来 将自己的伤口加重 那就是在救我 阿财 其实救了你命的是你自己 是你的善心救了你 嗯 没错 阿财 是你的慈悲心救了你自己的 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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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财